主委好 邱委員好 主委今天就是要討論這個 元大元流政二的交易的問題 那事實上 幾個重點 事實上應該主委也非常清楚 那我比較在意的是說 這個3月19號盤潛的時候 元大有一個這樣的公告 那他也透過他的交易員去 告訴這一個 這一些 這個買這支股票的 這一個人 那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問題就是說 因為他的公告導致 他們就大量的去拋售 恐慌 然後在3月19號盤中的時候 大量拋售 那主委在3月19號的時候 的中午 你有提到這個暫緩下市 那到3月19號的 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1點17分 為什麼不知道原因是因為 這個政棋局 我們在星期一的時候 我們就有跟政棋局副局長在時代力量黨團開過會 結果你們來的寒 我們就是要知道說到底是什麼時候去做這個公告 那決策的流程到底是什麼 結果主委你可以了解一下 他來的寒是說 本會一行任程序於109年3月19號下午修正 天啊 我們就是要知道說你到底是在什麼時候 結果他的回答是說下午 那只有三行制而已 那現在就是 請教主委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你暫緩下市 算是這個重大影響期價格的消息嗎 就是要不要暫緩下市嗎 因為那個 許惡信托基金這種東西 他都是根據當日的禁止 基本上來講跟股料 所以這會影響到說 你到底因為他現在已經 他的這個19號 他發佈的公告已經說他要下市了 所以投資人才大量拋售 那到了 公告裡面也提到說 正在請這個 金黃會來審酌 我記得我有看 那我的疑問就是在這裡就是說 因為主委在這個 事實上19號參加 在這個地方參加 財委會的公聽會的時候 之後 記者有問主委說 到底這個狀況是要怎麼樣嗎 那主委的回答是說 就是你放寬下市門檻 那問題是說 他現在那時候還在盤中啊 那我是相信說 以主委的專業 應該是說 你是不是那時候 你沒有意識到說 這個交易事實上 那時候在盤中 我現在就是要了解說 這到底是怎麼樣 是 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 那是那一天 這個翁崇軍委員 他有提出質詢 對 那我也沒有在現場回答 那之後呢 到了這個公聽會結束的當下 那因為記者來問 那我是被動的接受這個記者的 我知道你是被動的接受 我相信你的專業 然後我就說明說 因為因為翁委員已經有提出這個問題 對 那記者有來問 那我就說 這個 ETF的清算還需要金管會的核准 那所以呢 對啊 但是 我是說本來的清算標準 他已經達到這個清算標準嘛 齁 那你現在變成是說 你這樣回答的話 你放寬下市門檻的話 當然會影響了 齁 現在正在交易的人啊 就是說 假設是12點半 那1點半的時候 收盤嘛 那現在在這個盤中 那主委做這樣的表示的時候 當然會影響說 這些投資人到底是要賣 還是不要賣 那從9點開盤 到12點半 這段期間 事實上就是有很多人認為說 這個已經要下市了啊 所以他才會 拋售嘛 那所以因為已經請正氣局在研議當中嘛 所以我回答的並沒有任何誤導投資人嘛 好那我要問的是說齁 那現在啦齁 其實我們就是一直在問說 那為什麼還是會回答說 3月19號下午嘛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規範齁 到底是盤中 還是盤後 還是之前 你去定了這樣修改這個遊戲規則 這非常重要 那你的回答還是一樣 局長你了解我意思嗎 不可以這樣吧 人家就是要問你說 你什麼時候去改這個規定的 這個會影響這個交易的 這個秩序 跟人家決定要不要進來 結果你的回答還是說下午 那廢話嗎 當然是下午 但是你是什麼時候 對不對 那這個總是應該可以回答啊 那這要請局長回答一下吧 報告委員 我們這個罕令 是在下午收盤以後 兩點 兩點多以後呢 才掛上去的 所以你兩點多的時候掛上去嘛 好那我要問啊 就是說 現在你是怎麼樣做這個決策 你都不回答 你到底怎麼樣做這個決策 因為看起來主委 大概是十二點多離開嘛 那你兩點就 就公告這樣的一個修正的規範 那這個決策的流程到底是如何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主委 你認為說這樣的一個規範啦 他的法律上的定性是什麼 這不是行政處分啊 那他定性是什麼 他這個就是一個解釋韓令的 不是啦 但是他是一個有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的法規 法規範啊 他是根據你上面有寫啊 根據這個辦法 83條第二項第三款來的嘛 這個是根據這個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的授權 對83條第二項第三款的授權嘛 那他的法律上的定性是什麼 你要解我意思嗎 因為 怎麼可以這個 訂定一個法規範 這個程序齁 這是 是如此的 那 就是說看起來 他一定是一個法規命令嘛 那一個法規命令的話 依照程序法154條的規定 你就是要符合相關的 這個定定法規命令的程序啊 那你說 你在這個12點多的時候 你還說在研議中 結果他2點的時候就已經貼出來了 我是認為就是說 如果決定要變更的話 一定要快 因為在避免影響投資人的判斷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不早點趕快決定的話 那現在還在的那7萬多的投資人 他們一定會 對於 如果我們再晚一天公佈 再晚一天公佈 這糾紋不是越來越大嗎 但是你還是要 我們是法律人嘛 你還是要遵守 最起碼的 這個法律的程序啊 那 行政程序法 為什麼規定說法規命令的定定的時候 他必須要有這麼多規定 因為他有可預測性 你現在的問題是說 這麼多的投資人 他會認為說 哇 主管機關遊戲規則說改就改 還說不定在盤中的時候改 那這樣的話 這些投資人哪有可預測性 法律的規範完全沒有可預測性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我剛剛已經說明我受訪的一個過程 那我是請 我說這個政局正在研議當中 那第二個 政局就是在這個當天收盤之後發布嘛 那這個我的發言並沒有誤導投資人 是 那接下來我們的決策是認為說 盡快的頒布會避免 再晚一天 再晚一天的話 會影響投資人的 主委 主委我要說 這個法規範 這是一個法規範 這個法規範的定律 還是有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 你其實非常清楚啊 個案法律的立法 個案法律的規範 言語上是 嚴格禁止的 這我有很平等原則嘛 那這個看起來 就會變成說 不管是說 你看他這個 這個媒體下的標 原大原有政2EF 別急著賣 顧利雄你放寬下市門檻 那還有之前的 他那個提到的 這個期貨公會來韓許你也好 或者是說 19號在盤遣他的公告 那之後的這樣的 這很 然後他符合這個下市的標準 這很明顯的 這是一個個案的 針對這個個案的立法 那這樣的狀況 怎麼可以有一個行政這個命令 或者是說法規法規命令的規範 結果是針對這樣的情況 他不是行政處分啊 因為 因為這個同時有兩檔 一檔是這個原大 一檔接口支付 那我想政區 我們在討論的 政區在研議的過程當中 因為考量到說 這個案子如果說 是要把三天改成30天的話 那應該要透過一個 對啊 但是那個遊戲規則正在進行啊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還要討論說 因為金管會現在也說要調查嘛 那 調查應該是要調查 這個六大主要買賣分點的查核報告 就是說全部都要調查 不是說欸你剛剛提到的 那原大自營商的部分 他沒有交易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 你看 他的這個交易的狀況 你可以看到 這個六大分點 那一天3月19號的時候 都買超嘛 那隔天的時候賣超 好那這個狀況 當然要去了解 查清楚說 到底他的原因為何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流動量的合理性啦 那全政避險專戶的避險操作合理性 是否有原大或其他券商的關係人借機買入 如果有關係人借機買入的話 這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嘛 所以 這個查核報告 是不是至少應該要 包括我剛剛提到的 至少要把它查清楚啊 那當然啦 因為現在講的這個查核報告也好 檢視的報告也好 在一開始我們當然先看他 純自營的部位 那純自營的部位是0嘛 那所以接下來要看他這個 其他的嘛 其他的流動性 流動量的提供 因為他是作為市場的輔助人他有義務啦 對 那還有他的到底有沒有關係人 對那另外有個經濟這個部分 就是他受託買賣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其他的關係 我知道 就是 大家現在已經在質疑說 怎麼這麼巧合嘛 因為他3月19號的時候 他公告之後結果 發生了這個事情 那六大主要買賣分點 又在20號的時候 又把它賣出 我還是要講這個所謂的巧合 應該你要看說 他如果純自營的部位 有買入 那這個就會被質疑 主委 但是如果是流動量的提供 再一分鐘齁 主委 所以我才是說 我們在幫助大家 釐清事實 你不可以回函這樣回函 我的天啊 下午 對啊 好那再來就是說 到底這個原大的公告 是不是有誤導投資人之嫌 那最後一個我要講 我最後講一個就是說 到底有沒有國安基金 或者是勞退基金的帳戶 他也是受損害的人 這個可能也要查清楚 那最後一個齁 就是說到底 金管會可以幫助這一些 這個受損害的人什麼 因為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啊你就捲去市政申訴啊 但是即便是連消保會 他都有很多的 譬如說律師啊 譬如說有很多的主動 機關可以主動的協助啊 跟委員報告就是 就是由平易中心 我想可以來協助啦 是啊是不是就是說 謝謝 我們下一位 是不是說今晚會可以主動來協助 幫助這一些受損害的人 對 就是由平易中心來處理好不好 謝謝我們邱顯治邱委員 我給你最後一個 來 請我們 費鴻泰會委員 不好意思